新加坡章仪机场辅助警察聚精会神检视路径旅客及随身物品 这份工作现在要来台招募 两年的新加坡辅助警察月薪六万块 成功录队奖金九万包吃包住不限性别 只要身高167公分以上不要太胖人人都有机会 之前的话其实是新加坡他们政府单位在进行招募的 那因为他招募状况不佳 然后目前的话是由新加坡政府单位委外给私人企业进行招募 扶助警察可以配枪工作环境也有风险 因此值钱训练很重要 包括武器使用 警用格斗反恐训练等等 和一般警察没什么两样 一些体育比较好的同学们 或者是不想要在台湾当病人是可以去尝试看看 想要去应征这一份工作吗 不会因为毕竟不是在台湾 对然后 不是我的兴趣这样 过去高雄也曾招募辅警 不过性质偏向社区志工及保全 这次新加坡大举来台招募 求职者没有三两三恐怕难以上梁山 三点新闻刘正峰 赖线绍台北报道 作出查法 不过在台湾当中 还有自己是